柯文哲在台灣民眾黨標榜什麼 理性 務實 科學 透明 清廉 我有個聯友叫吳慶華先生 我覺得他寫得非常的好 為什麼呢 理性的講幹話 務實的潑髒水 科學的假民調 透明的搞密會 清廉的報假葬 你知道嗎 寫得太棒了 我個人認為是今天最棒的金句 因為他把柯文哲諷刺到家了 白色榮譽章 十年磨一劍 記憶案件 哪一個字 自己去想 你知道嗎 十年磨一劍 我什麼都沒說啊 自己去想嘛 你要想到什麼 你就是什麼嘛 對不對 我這個人就是最民主的嘛 對不對 所以告訴各位 很簡單 為什麼呢 柯文哲擊敗 踢到他有史以來 這十年來最大的鐵板 是什麼 價錢 什麼價錢 金錢的價值 因為那麼多的小草 那麼多的充分 我說他們一百 兩百 把那雞排捨不得吃 然後呢 珍奶嘛 捨不得買 要匯錢給你 對不對 電影票也不敢去 五百塊 兩百塊這樣匯錢給你 那柯文哲說他會珍惜啊 他會珍惜在幹嘛的 那你的金流為什麼會有問題 你不是民眾黨說 你們都經過 專業會計師那麼審核 然後呢 送往監察院 每一筆都經得起考驗 結果後來發現你在做假帳 完全經不起考驗 宣憲政治現金申報不時風波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緊急查賬 沒公開行程 但爭議連環報就連挺科大將 官長陳志涵都崩潰 他發這個文 是不是 我個人覺得很多語啦 你給我麻煩好了 跟錢有關的 這個本來就是一分一毫 都不能差 拿在家底咧 跟你們走咧 可是你們在操作上 為什麼都 那麼隨便 陳志涵報口對準 柯文哲妻子陳佩琪 痛批他發文自爆開人頭公司 根本沒動腦 柯文哲心腹蔡碧如也坦言 這次真的替柯文哲擔心 已經感受到危機 而另一頭明代看不下去 將採取司法動作 國民黨北溪原中小平 12號上午將到台北地檢署 控告柯文哲違反背信 政治現金法 即使公務人員登載不使罪 違反了這個政治現金法 所以呢 我們也要依法的來向這個 監察院來做檢舉 激進黨也透過線上方式 向監察院完成檢舉 而律師也盤點申報 故事外還有三大疑點 包含提供給會計師查核的 帳目及文具 若不確實就涉嫌會造文書罪 相關金流去向不明 涉嫌詐欺侵占罪 律師也呼籲柯文哲 因解釋支出合理性 會影響到共犯責任判斷 不過對於質疑聲浪 民眾黨沒有回應 一切只能靜待查完帳目 對外界也給支持者一個完整說明 2018年 柯文哲第二任就職 主席處長梁秀菊留任宣誓 2019年 柯文哲成立民眾黨 沿覽他擔任黨部財務長 數十年公務員生涯投入政黨 梁秀菊成柯文哲標榜青年 活招牌 卻曾被抓包 是寄生立院黨團議員 還有專屬辦公室 而根據網路媒體報導 前民眾黨黨務人士爆料 梁秀菊號稱大帳房 黨工們得備好申請表格 評據向財務部請款 還不時被要求補齊資料 就連柯主席的辦公室 申請款項都曾被財務部打回票 管太嚴 讓柯文哲曾私下抱怨 用錢得經過糧售局 很不方便 而柯文哲 2014年選舉時的總幹事姚立民 就曾爆料 當時他查核競選賬款 有許多不可思議 無法解釋的支出 例如文宣五百萬 收據卻像是雜貨店買來的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民眾黨近期金流爭議 讓王室又被回憶 柯文哲主打清廉 自豪用人為才 但夠不夠相信專業又是 另一回事 在所有從政人的眼裡當中 都覺得整件事情太離譜了 對 沒有錯 那麼剛剛鍾小平講到 柯文哲去到基隆 去踢謝國良住選的話 會怎麼樣嗎 告訴各位 那滾丁床的人就會是謝國良了 就剩下謝國良在那邊滾丁床了 那麼事實上生日剛過 我就說過了 小白無六百個故 那麼為什麼呢 那麼請問一下 柯文哲在台灣民眾黨標榜什麼 理性 務實 科學 透明 清廉 我有個聯友叫吳慶華先生 我覺得他寫得非常的好 為什麼呢 理性的講幹話 務實的潑髒水 科學的假民調 透明的搞密會 清廉的報假賬 你知道嗎 寫得太棒了 我個人認為是今天最棒的金句 因為他把柯文哲諷刺到家了 白色龍玉張 十年魔一劍 基一案件 哪一個字自己去想 你知道嗎 十年魔一劍 我什麼都沒說 自己去想吧 你要想到什麼 你就是什麼嘛 對不對 我這個人就是最民主的嘛 對不對 所以告訴各位 很簡單 為什麼呢 柯文哲敬敗 踢到他有史以來這十年來最大的鐵板 是什麼 價錢 什麼價錢 金錢的價值啊 因為那麼多的小草 那麼多的蔥粉 我說他們一百兩百 那個雞排捨不得吃 然後呢 珍奶嘛 捨不得買 要匯錢給你 對不對 電影票也不敢去 五百塊兩百塊這樣匯錢給你 那柯文哲說他會珍惜啊 他會珍惜在幹嘛的 那你的金流為什麼會有問題 你不是民眾黨說 你們都經過專業會計師 那麼審核 然後送往監察院 每一筆都經得起考驗 結果後來發現你在做假賬 完全經不起考驗 單單實樂 你要所說的聲明稿裡面呢 三筆賬款是不存在的 五百萬兩百十六萬兩百萬 大概九百一十六萬 各位這個所謂的這三筆 對不對 單單這筆五百萬 十樂不認啊 這筆五百萬到我無關 各位去看監察院的報告裡面 台灣民眾黨柯文哲 他申報就是十樂五百萬 你跟阿公你聲音不對 你跟阿公你聲音不對 你眼睛是怎樣 眼睛是怎樣 眼睛一個眼睛兩個眼睛大嗎 你看錯了嗎 針對這筆五百萬 你要怎麼解釋 那個昨天憲哥是有講說 如果電子發票是勾擊的出來 我告訴各位 但是十樂說根本就沒有發票 好沒有發票有意思了 那沒有發票 那你送給監察院的 有沒有送單據上去 有單據不是十樂說謊 就是你們造假 小平議員說 那就偽造文書 就是偽造文書 你只要有單據 而這個單據不是十樂 就是偽造文書 它不是這筆而已 我不相信 我昨天在節目裡面都講過了 我看到一隻蟑螂 就會有一窩子蟑螂 所以不可能就只有 我們現在隨便翻就三筆假帳了 那其他的 你不要跟他說 專業會計師 那天剛好喝水水水 不小心 端木正幫他做帳 端木正是誰 端木正就是民眾黨的 第二十二名的不分區立委 你要知道 備位立法委員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柯文哲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派他去做什麼 富邦的獨董 他還告過我們菜場的這個等於說 我還記得富邦獨董年薪是七百萬 當時趙少康當富邦獨董的時候年薪是七百萬 但後來有比較少一點 但還是比較高 後來被減半 因為本來只有三個 後來變九個 所以就變少 富邦的獨董後來變九個 我告訴各位 不管你的出身是什麼 你是專業的會計師 你自己簽名的 他們民眾黨不是說 這是經得起考驗的嗎 這怎麼回事 這怎麼回事 你不要跟我講說 款項寫錯 不小心工作人員寫錯 找回會計師 找回 找回良心比較重要 那另外的話 這些發票哪來的 他又說什麼十萬 十八萬筆 什麼小額木款 你可以發現 民眾黨跟這個等於說 黃珊珊 故意在那邊講說 什麼十八萬筆 賣來這套 為什麼 因為入帳跟出帳 匯款進來的這些沒有問題嗎 大家沒有在問入帳的錢 入帳的錢 我不想問 我想問出帳的錢 就這三筆 我告訴各位 包括什麼高雄 什麼台南 什麼桃園 黃靜平在節目裡面都講說 桃園你要租這個道路 租什麼公園場地 對不對 本來是萬一萬 好像一萬多 然後後來他們把它增加了兩萬多 那這個台南很多地方 是兩三萬等等嘛 你辦一場要四五百萬 然後你轉播一場要一千多萬啊 那麼這些錢怎麼回事 這些錢怎麼回事 怎麼花的 你有那麼真的珍惜 人家那兩百三百五百 匯款給你的小草的這些捐款嗎 小額木款 你有好好的珍惜嗎 更何況 如果萬一涉及到 會不會是做假帳 那你要說清楚 你不要跟我講一切合法 我不會相信你 因為你們就被人抓出來 你們是做假帳嘛 那所以你不要跟他講 你就算說你是舒適也是做假帳 那麼除此之外 柯文哲這個更無法理解了 更無法理解了 因為呢 這個KP商標授權木可公司這個 你的帳裡面明明就四筆 兩百五十萬的授權金 然後商品授權使用費三百萬 產品使用授權費三百萬 然後還有授權金四百五十萬 這一千三百萬 你說說不清楚也講不明白 為什麼 什麼倉儲費用 物流費用 你騙我騙人不要做個行李 為什麼呢 我跟你講 專業的會計師難道會連授權金 三個字跟行政使用費 都搞不清楚嗎 所以市長到底怎麼回事 他就是陷害他的會計師 一千三百多萬的這個授權金 到底怎麼回事 有沒有流入任何人的口袋 這我們不知道 要請檢調單位 小平兄去按鈴申告 檢調單位深入查帳 去了解到底裡面 有沒有貓力在裡面 查清楚在內幕 好 這更奇怪了 有一家立頂公司 是製作等於說相關競選小物的 代電款項七千九百九十 支手錶等等 默可的相關的人員 那麼事實上在網路上面 甚至於還跑到前 新竹市的文化局長 錢康明那邊去留言 你知道嗎 他們發表了一篇東西就是 本來他們是希望 那麼替台灣在藍綠之外 打造一個相信柯文哲 柯P的一個白色的力量 所以後來他們去遭葬 去借錢 然後去貸款 弄了這個所謂的立頂公司 來協助 跟他們對口的木可公司 是一位李小姐 等一下蘇培會介紹 這個李小姐呢 跟他們談這個東西幹嘛以後 他們自認為這是為了阿伯 我跟你講 他在治理行間 還在護衛著柯文哲 他說柯文哲可能不知道這個事 木可根本無幾包了對不對 是呀 為什麼 不認這筆帳 不給錢 那這個木可怎麼說 我們從來沒有簽約過 沒有授錢過 我們沒有授錢過 這些人是熱心人士 善心人士 你自己要去倒三天就對了 那為什麼 根本沒有關係 為什麼柯文哲要說他15% 問題就來了 我告訴各位 他每賣一個東西 柯文哲就說他15% 我告訴各位 問題來了 這些人 這些支持者 他們非常的訝異 為什麼 他們已經做好準備 就是這些虧損我自己 看我拍照 平衡摸就打下去了 你們是可以這樣子對待這些 支持你的鐵桿的小草嗎 你們可以這樣對待這些人嗎 對不對 垃圾不分 藍綠白 我跟你講 白色最容易張 張到家了 為什麼 這個政黨劃到大聲聲 像教主一樣劃到大聲聲 結果 告訴自己本身 先生在做假仗 太太在虛設 人頭公司 蓄設行號 這是可以對得起 369萬票 在半年前投票給你們的 這些支持者